现在就让我们欢迎 宣伦天后杨承琳 好 今天 又是一个台风天即将来临的前夕 所以今天的天气最好 阳光普照 欢迎杨承琳 今天风很大 今天我的岔就太高 所以我先把它夹起来 好 看 回忆之道道 拆开我身体 拯救我的风雨 这全是我 那却是你 给过些开心 看 成长的痕迹 把握我身体 拯克我的长影 激伤着我 随藏着你 过不去的过去 你 你是音乐哭听 而是选游戏 曾经经穿无语 似是碰巧遇见你 了解这个你 沉溺这个你 瞬间暂停 你 再继续 说是寂寞 眼里 你 白失灰了你 千世挣扎梦醒 万世缺席 离开你 经历这个你 或着 这个我 继续 自己 继续 不过 你 用 看 你 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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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 我心裡 被跨過的難過 我可以 帶出這警告 與盡的眼 人家的手撫臉 燒毀了我 燒毀了你 我 燒毀了你 不是一個固定 不然是學遊戲 隨時青春無語 隨時同巧遇見你 遇見這個你 生命這個你 世間轉不停 還繼續 寂寞眼裡 白是壞了你 先去掙扎夢醒 把世界心離開你 遇見這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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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寞 寂寞 自己 寂寞 謝謝 我一直看這邊 因為風好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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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每一次姚承寧在辦活動之前 我覺得 你大哥現在應該很開心可以拍我狼狽的樣子來生我吧 你為什麼要看這個右下巴 因為我再往上一點點的話 頭髮就是在鬧了 我要先幫你弄一下頭髮 一周可以 一周可以 我就先這樣就好了 我現在就是Beyonce OK OK 好的 我們這張偵集呢 是楊丞琳的第十張偵集 像風小 你可以抬頭了 可是我裙子不敢放開 因為我今天的叉真的很高 我是開玩笑的高 其實他們比較期待你把手放開 好的 我們待會幫楊丞琳好好的調整一下 來我們先把那個耳麥先 請工作人幫我們牽一下好不好 第十張偵集 年輪說 很多朋友們看了之後 都非常感動在這個概念上 我真的不敢放開 I'm sorry 今天的裙子真的很好看 但不適合這個天氣 對 但是我有 待會有一些橋段 可以讓他把手放開 所以聖影大哥不要急 好不好 好 那請楊丁來跟我們今天現場 在這個等你好久的朋友 我們上一次在同一個場地 是將近兩年前 這支帶來新作品跟大家分享 有沒有覺得 哇好久不見的歌迷朋友 大家都來了 歌迷朋友們 怎麼樣想我嗎 很好很好 真的 我覺得很多的朋友們 大家都很期待 就是期待能夠看到楊丞琳本人 在這個年輪說的概念展當中 可以讓大家看到 年輪說是年輪之外 其實指紋在裡面有佔一個很重要的含義 這其實整張專輯當中紀念 也是紀錄楊丞這個生命軌跡的非常重要的一張專輯 對嗎 對其實這張專輯我一直覺得是屬於我跟歌迷朋友的 不管你是在哪一張專輯聽見了我的音樂 但我覺得這張專輯都是一個整合 第十張專輯畢竟是一個很值得紀念的日子 那我也覺得希望可以把這個自己所有的想法呈現在音樂裡面 然後作為我們永恆的記憶跟印記 對 所以這也是指紋跟年輪非常重要的含義在其中 這也代表這個楊丞琳在每一次的演出 不管是大的場子或者是小的場子 都能夠帶給大家最完美 最貼近所有粉絲朋友們的這些表演 所以呢 好了好了 這個就沒關係 就吹吧 不是吹成這樣那就吹啊 對 這樣也好啊 可以看到他開了你的新髮型這樣多飄逸啊對不對 反正昨天天唱會也拍得夠醜了 真的 突然間這個年輪說的年變成黏在臉上的年 哎呀真的是真的是開我玩笑嗎 這個 好的話這樣好性感喔 哎年報紙幫我等大一點喔 對好 而且我跟你講你在今天甩大家回去用慢動作會隔放這些畫面 還好我這個人也不是一個怕什麼頭髮怎麼樣的一個人 沒有 我覺得我剛剛吹太久了 我真的讓我大放開 不要太激動 好那當然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 要跟所有歌迷朋友們承諾的保證 這也是我們在這個指紋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含義 就是要跟每一位歌迷朋友們打勾勾的意思 所以我們這一個 我的裙子是要放開的意思 金色承諾書要拿到台上來 好的這個承諾書呢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印章喔 要請楊申明幫我們蓋一張 欸我說真的 我說真的 我現在是不是瘋婆子 不會啦 這樣很美好不好 這也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在金色承諾書上寫的喔 每一次表現就是全力以赴 要獻給所有的說明 等一下我還需要這個承諾書嗎 我剛剛已經把頭髮甩成這樣 我還不夠全力以赴嗎 夠夠 夠不夠 剛剛大家是不是都拍到很醜的照片 不醜啦 真的不醜 我說醜不是我介意 昨天我跟粉絲朋友們玩得很開心 因為 昨天是中南部的簽唱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我需要得到極醜跟極美的照片 然後大家就非常的踴躍 發了非常多極醜的照片 獲得我的讚賞 我超愛的 所以 OK的攝影朋友們 就是你們要放極美跟極醜都可以 但答應我好不好 極醜旁邊要有一張極美的 好不好 對好不好 等一下有集氣 OK嗎今天這頭髮 可以嗎 已經吹成這個樣子了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在髮廊幹嘛 其實真的沒有亂 我跟妳講真的沒有亂 是真的 它是一種亂中有序的美感 我上面公司的人都冒冷 對 只是我現在要請妳把麥克風交給工作 喔交給我好了 好 我另外一隻手幫妳抓一下裙子好不好 好來我幫妳抓 對對對 還是我抓這麼下面 然後中間就開 不行不行 等一下等一下妳先不要動 好不能亂放 好 來 好 邀請陳琳 欸現在風很小的時候 我們要先讓妳拿這印章先拍一下 好不好 現在真的還好 妳有沒有拿個鏡子給她看一下 現在真的還好 對 現在這邊有鏡子給妳看一下 OK 可以啦可以啦 不行 我放到風就來了啦 好好好 放 好可以可以可以 好 來陳琳這中間 好 右邊 左手邊看一下喔 好 好 我們這個超大印章上面的指紋喔 也是代表要跟所有的粉絲朋友們打勾勾喔 不管是在這個每一個作品 每一句歌詞 每一個旋律 都是全力以赴信給所有的歌名朋友 好嗎好嗎 好在左邊再看一下就好 我們要蓋章囉 好 好 來站中間 好 321 請用印 好要用力蓋上去喔 等一下 妳這樣夾著這樣能看嗎 很多重要時刻 這樣 這個 這個頭上 對 好 好 壓上去 用力 好 OK 太好了 好 來請觀眾們幫我們收下大印章 好 好 繼續看動喔 用成名也是 呃 代表著跟所有的朋友們打勾勾囉 好 來正前方 不會不會現在我幫妳看著還好 現在還好 好來正前方 一腳頂著他就不會 對 好來左手邊下方 好右手邊 而且每一次他辦活動的時候 都是天氣最好的 就是那種颱風天的前一天 怎麼樣 就是我跟妳組在一起的時候 那妳以後都不要發別的主持人好不好 我發過 都是陰天或雷雨 謝謝 是 好 男生前方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要跟所有好朋友們分享喔 另外一定會飛更高啦 好 就是我們今天有三個精靈的概念在其中 我們這個金色的承諾出出 是我們的其中一金喔 那當然呢 第二金也是要跟所有朋友們分享的就是 呃我們這個指紋真的是代表一個約定的意思 那我們當然也要跟大家分享唱片公司 就是特別主要的一個這個黃金鑑的這個指紋要送給陳美 好熱 也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含義在其中 因為黃金也代表了永恆 黃金也代表了一個烙印的意思 因為這個年論說真的是 不管是歌迷朋友們非常喜歡 就已經非常就是 呃創作者 都是非常的用心在這張專輯當中 對 而且很多的這個樂評人都說 這張專輯是今年華語的歌壇上的這個非常重要的千三首金曲 你自己就是這樣的評價呢 因為現在大家只先聽到一首歌 那我想 大家聽到十首歌應該會更覺得這是 今年真的非常厲害的專輯 因為我覺得這張專輯他 嗯 我覺得只是好聽 當然很多專輯都很好聽 但是我覺得他真的可以完全呈現 楊承琳想要呈現的東西 那 呃我不敢說他是百分之百 我想要呈現的完美的音樂的樣子 可是我絕對相信 這是我跟粉絲朋友會喜愛的一張專輯 然後 我也因此讓很多的 就是台前幕後的人都很傷腦筋 只為了要呈現出最好的年論說 所以 我想大家是不可能會失望的 因為每個人都為了我很努力 所以我也很謝謝他們 是 所以呢我們要邀請環球唱片台灣區董事總經理 邀請葉梅君梅姐 我們要頒發這個經波的指紋給楊承琳 歡迎妹姐台商琴 來麥克風幫你拿一下 好的 我們一起來拍個合照 這也是希望年論說 在這個2016帶給所有朋友們 在記憶上的烙印 當然是這個烙印是不管是在感情上也好 或是大家在生命內存上的紀錄也好 都可以感受到年論說 帶給大家滿滿的感動跟誠意 謝謝 來工作人員幫我們收一下 好 我這好像小心 放那個 特別怕他在哪一個角度會不小心被大家拍到 今天髮型師說 今天風很大 你要不要把頭髮全部綁起來 我就說風很大 可是我年論說專輯頭髮就是這樣啊 就放啊 反正大不了就吹啊 多自然 真的很自然 很後悔 我覺得是在海邊OK 在海邊 是 那我覺得你看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指紋 就是特別設計的這樣的感覺 嗯 那個指紋是你的嗎 哦 那指紋是我的嗎 是 是的 就是他的 什麼時候竊取我的指紋 所以該不會以後我們把那個指紋拍下來以後 你很多的密碼就不能破解了 沒關係 我就是再把它弄粗糙一點 再把它刮掉 因為以後不然是要幹嘛 就拿這個指紋去掃描一下 指紋會變 指紋很不會變嘛 指紋不會變 因為指紋每個人都長不一樣 不會變 但指紋會消磨掉 對啊對啊 會啊 還是會有變化 會有點變化 但是因為指紋是代表跟大家打勾勾嘛 那我們還有今天的這個記者會當中 還有另外一金 這個金呢 除了是金色的金之外 也是一個驚喜的金 這也是唱片公司 我們期待能夠跟陳琳一起來分享的 其實這個 怎麼樣 是我請他們準備的 等於是對我們的驚喜是不是 而且這必須要有一點偷竊的行為 才做得到的 這樣好嗎 如果偷竊的是你的熟人的話 就沒關係 那叫做戒取 不叫竊取 對 戒取 不是竊取 那我幫你拆嗎 你幫我拆開嗎 我幫你拆開 因為畢竟你現在的左手不太方便 我現在抓裙子抓得很緊 哇 這是一座金曲甲 是我們今天記者會的另外一金 我來看一下這個金曲獎 你要不要看一下被借取的人是誰 這一位呢 跟今天的瘋很有關係 我們今天是強瘋 他是清瘋 這個是 第二十七屆金曲獎流行音樂演唱類最佳作詞人獎 吳清風的金曲獎 對 這就是他 熱騰騰的 就才拿到這個獎沒多久 當然我們知道蘇打莉得到的獎項已經很多了 那因為我跟清風最熟 我最主要呢 這個獎的目的 是要期許我這張專輯的 所有辛苦的幕後的創作人製作人 他們有機會可以得到金曲獎的肯定 然後我希望就是 在他們這麼辛苦的為我做這張專輯 可以有一些鼓勵 對 然後當然因為清風幫我寫了年倫說 我覺得這個詞是獲得所有人 而且不分年齡大小的人的喜愛 我希望他可以連裝這個作詞獎 真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年倫說當中的歌詞 你真的要細細去回味 那我感覺你也選了這個金曲的這個 請很多朋友來推薦 你知道我最喜歡哪一句嗎 那一句就是 40歲碰巧遇見你 沒有40歲啊 有啊 不是兒子 40歲 40歲才碰巧遇見你 你很害久了吧 我那時候就是覺得說 哇 因為我看40了 所以我多期待40能夠碰巧遇見你 對 所以你也希望這個 到時候會鼓勵我一下 好不好 我可以鼓勵你 也遇到我在生命當中的 你有沒有人說的那個人 可以 所以在今天的這個簽唱會 也是睽違會關兩年 跟所有的粉絲朋友們 一起來分享這麼棒的專輯 也希望待會兒呢 我們在簽名的時候 大家可以把握時間 把握機會 跟陳琳來聊天喔 要再次謝謝陳琳 謝謝 我們要不要跟金曲獎拍一下 要跟借曲來的金曲獎拍 好不好 我們拍一兩張好了 來麥克風幫你拿一下 好 來 正前方 今天新鋒因為他還在巡迴 他的曰夏天的這個演唱的活動喔 所以沒有辦法來這現場 給揚陳琳祝福 但是特別把這個熱騰騰的 最佳作詞人的金曲獎 借給了陳美音 陳琳要把他拿出來好不好 要不然把那個獎座立起來 那你把他立起來 把他立起來 把他立起來 這樣好不好 預備 好 楊陳琳演名手快齁 真的 該是他的就跑不掉齁 來 請問一下我今天這場活動要多丟臉 多丟臉你們才罷休 這場活動的金有 我們也是金啊 今天不是有真心 我跟你講要夠丟臉 就給我放大一點OK 告訴你們的編輯朋友們 謝謝 對 還好剛剛伸手真的 而且我剛剛的伸手是用筷子的方式 剛剛是無名指跟小指很有力 這樣夾住 好 我還蠻厲害的 非常厲害 也名手快楊陳琳 好 來一陣前奏 剛剛有拍到那一幕嗎 有啦 好 右手邊 左手邊 不會啦 但頭髮真的還好 只是剛剛那一刻 是有讓大家心頭剔筋 今天是真的 真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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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工作人員幫我們束一下 輕功的金曲獎 謝謝 好的 請陳琳稍等我們一下下 我們待會兒在台上 媽咪你在哪裡 我今天好丟臉喔 媽咪 你現在不要隨便Cue你的媽咪 我媽咪 我媽今天中午還給我去吃麻辣鍋 才過來看 好 整理一下 謝謝 讚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